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0 8月7号 那么星期三的一个时间 那么对于昨天的旁边 想必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那么其实昨天的早盘分享 给大家在这里再复盘一下 朋友们 昨天的早盘分享 其实给大家传达的点 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黄金现在是30分钟徒刑 给大家画了这个通道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朋友们 那么黄金 如果昨天这个位置 如果狠一点 就是绝佳的多点 对不对 是不是给大家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这里是第四个点 通道低 做多 朋友们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 朋友们 相信 要相信 那么对于这个位置的上涨 已经接近300个点了 那么今天的话 当然 目前环境的状态依然保持一个加速减速结构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今天能不能突破 我也不知道 只能说这个位置要注意 要注意 如果日内能下来 当然我们肯定还是无脑多 直到它走出这个通道之外之后 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如果在这个通道结构内部 咱们依然保持这个通道 分支撑去做多 做空的话稍微要谨慎 毕竟现在是比较明显的多头趋势 所以说如果想在这种位置去 左侧去空的朋友 一定要控制好风险 你要说不可以吗 也可以 你就是在空这样一个通道的一个结构 问题也不大 但是控制好仓位 控制好止损 好 这个是环境的一个情况 如果能下来 大家继续接多 没有什么问题 继续接多 好 环境是昨天已经走出来的行情 这个通道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行情 其实我觉得依然非常清楚 我看大家 我给大家现在 旁边是欧元 我觉得目前欧元的结构 我觉得非常清楚 太清楚不过了 欧元一小时级别图形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状态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经历了一波加速 经历了一波紧速 然后再以来一波加速 把这三笔走完之后 终于有一波逆动 往下回落了 朋友们 那么在这一波逆动能 出来 出来了 咱们大家自然就知道 应该怎么去做了 对不对 我相信 只要是三大系统 比较 比较扎实的学员 我觉得应该 欧元今天的思路 都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把它的结构 在简单 15分钟 30分钟的图里面 再梳理一下 这是一波加速行情上来 这是一波比较强的逆动能 然后它又上去了 朋友们 那么这三笔一画 大家应该就知道 我想说什么 那么今天欧元 我觉得咱们就保持回档空的思路 回档空有两个点 第一个当然是情高的正回档 这个位置我们避空 是不是 这是非常标准的正回档行情 还有一个 它可能不一定到咱们情高位置去 也有可能去在 现在是在61.8非常关心的地方 也有可能再往上摸一下 76.4 当然这两个位置 这个位置 76.4和情高 这两个位置 我觉得是今天欧元空点 要密切去注意的地方 是两个极有可能发生拐点的地方 那么欧元在这一波逆动能出来之后 我觉得短期应该直接会做震荡 我觉得会做震荡 不会直接做出比较大的一个 再出来一波当变行情 我觉得不会 所以说 那么欧元的思路非常清楚 咱们如果继续往上走 咱们就去做回档的高位 空就可以了 在哪里空 第一个是76.4密切关注 还有一个是情高的正回档 那么这两个空点大家要留意 这个空点空完之后 如果能按照咱们的预期下来了 咱们又继续多 为什么 因为我给大家说了 这短期保持一个震荡的思路 那么这就是欧元的一个及时的情况 那么我觉得结果非常清晰 一小时级别图形 我觉得就更加清楚 是不是 上来 下来 再上来 喷喷 对不对 是吧 逢高必定空塌 这是咱们的回答行情 好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欧元 那么思路非常清楚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个旁边的一个 简单的情况 好不好 那么在最后给大家点一下 这个原油 原油的话 其实目前稍微有一点点 其实昨天 阿萨老师也给大家去表达了他的观点 原油在大级别 听途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条趋势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目前来讲 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地方 对不对 能不能在这个位置走一个收敛 那么这个点 当然是这一条线非常重要的拐点 但是也要去小心 并且这里只是个支撑 如果它要这么走 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目前这是前期一个多空 都能交替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下来支撑点 它如果再下来 如果这么走 是不是 也有可能 朋友们 也有可能 所以说 对于结构 对于结构的一些运用 大家一定要灵活 不要去死守一个结果 一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立马要学过去 跟着行情去做并动 那么这是原油听途级别 大级别的一个分析 那么当然短期 还是看这个位置 能不能锁住 锁不住了 咱们就再找到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思路来 那么这个是听途级别的行情 有点远 我们把级别放小一点点 去看一下当下它在 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和行情 那么当下的话 我觉得还是 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 那么云游目前 在一小半小时级别里面 那么昨天没有上去 只是这么回踩了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是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形成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这里下来 再上来 再下来 朋友们 是这样的一个通道走势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咱们密切关注的地方 如果长期旁整上不去 大家就要小心 有多当的 要随机验变 要说好自己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地方 那么一旦有什么不利 的地方 要在第一时间撤 这是咱们对于 云游的一个简单的思路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今天的早房分享 就给大家简单的说这些 那么咱们今天晚上还有直播 直播在重点给大家 把接下来的思路 好好的规划清楚 那么今天的早房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行 祝大家交易顺利 咱们明天时间 再见